近年来,世界汽车工业可谓是达到了一个巅峰 除燃油车外,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也是进入了一个加速期 以特斯拉为首的新能源汽车,无论在速度还是在续航能力上都有着长远的发展 然而今天,小编却不和大家说汽车,而是来和大家聊一聊世界上最快的摩托车 此前,全封闭摩托车问世时速250公里,比跑车还拉风,再也不怕风吹日晒 其实早在多年前,瑞士的汽车公司就开始研发世界上最快的摩托车 Cribs Mono Tracer,但是一直由于技术不够完备,所以一直没能够进行速度测试 这款摩托车使用了跑车和摩托车的结合设计 采用了碳纤维和还氧树枝制作出摩托车的车厢 两个支撑的轮胎则是采用了航空级别的材料,保障车辆在行驶中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另外,欧一门的设计也相当地贴合跑车的感觉 动力方面则是采用了宝马摩托车的1.2升16起门的四缸发动机 最高时速轻松达到250公里的小时 百公里加速度也只要5.7秒 在摩托车加上车厢能够保障摩托车在日常中行驶,避免风吹日晒 另外,贴合空气动力学的车厢也能够在行驶过程中保障摩托车的最高速度 最后小编想说的是,哪怕汽车工业发展到了巅峰 但是仍会有无数的摩托车车主们会继续坚守他们的骑士精神 在这里也希望各位广大的摩托车车主们能够遵守交通法规,保障行车安全